你要晚上吗 可以开房 不然是我们卖完 即便已经完销 想看房的民众还是不间断 位于英哥凤梅的新建案 因为紧邻火车捷运跟龟山工业区 销售速度超乎代销预期 我们的客群的话 主要是在地客 那可能会有地缘关系 或者是工业区的工业关系 那也会有从北市受房价挤压下来的客人 以这个建案来看 三房型正好是客户最喜欢 接收度也是最高的 因此这个建案85户 在5个月内就完销了 最近有个数据显示了 这是代表北台湾新建案市场概况的风向球 9月分数来到了42.2分 是连续3个月的走生 而这个对应灯号是绿灯 绿灯也就代表了房市复苏安全 这也是助展风向球 自2013年5月以来 睽違8年来首次重返绿灯 在风向球的六大构成项目当中 只有溢价率以上 分数下滑 预售推案量 新陈物互数 代售建案客数 莱克组数跟成交组数等等 五项分数 全数上扬 看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的话 看起来房市应该处在一个多头复苏的一个格局 不会改变 因为不管是内部外部的因素 都有利于房市的不断的复苏 但最主要的就是今年 不管是今年或明年 台湾的经济成长的预期 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房市呢 未来会趋向一个比较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 今年民众大举将资金投入建案 新建案市况在五月本土疫情爆发时 一度停滞 如今趋缓市况快速反弹 买卖双方进场信心大增 推案量跟成交量均强劲上扬 不少人打着顺盘 买房抗通膨 因为台湾九月消费者物价 CPI年增率2.63% 创下了八年来新高 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压力 也高于这个数字 现在的利率 可能你现在带到利率是1.35 可能是会带到甚至到 更低一点点也不一定 那可是呢 有通膨的情况之下 利率不可能会是1.35的 我们就知道美国明年大概会升息一码 大概几乎是确定的 那后年会升息三码 是可能的 那也就是说两三年之后 你要面对的利率呢 可能是三以上 专家警告 面对通膨 三年升息到三帕都有可能 届时民众就得注意 找不找的出利息 建商也得衡量买地原物料成本大增 取公的问题需要多少营造成本才能完工 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不是每个房地产都有抗通膨的性质 我们知道所谓房地产能够抗通膨 其实是出于它的所谓的独占性 那比如说像南部这个区域好了 南部区域 它能够提供出来的土地 是公寝来算的 那既然你所买的这个标的 它被取代的机会 可能性那么高的时候 那到底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的抗通膨能力 专家提醒想进场买房 地区位置必须要有不可取代性 建商也得看口碑好坏 才能真的达到买房抗通膨目的 TVBS新闻王新唐王伟廷 台北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